今天半夜缺绝不知道怎么就醒了 可能是昨天睡的有点早 然后看到中国的失业人口是3亿 就觉得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女网友Yona 他们两口子真的是没有白出来 刚出来那几年呢早 就是这前开头这几年呢 肯定是苦的 不管是工作呀 学习啊劳动啊都苦 他们一开始还在工地啊 去拆那种失眠法是对这个人体有害的 现在呢是一个在超市打工 一个是在幼儿园打工 同时呢有边工边读 一个是读着本科 一个是读着硕士 都读这个IT行业 这是新兴行业吗 热门行业吗 他们肯定这个不会选择那种西洋的那种专业去读 读出来你找不到工作 别像这个跟缺景面积的这个北京野籍 技术物理 自学都行 你看那些天体物理啊 基础物理啊 你说哪个你不能自学 说这个实话 你得读点这个实用的啊 就是跟以后的技术挂钩的 真正的就是属于专长的 别人替代不了你的 自学也不行的 就很难学得会的 你叫IT行业 你自学除非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啊 特别专注的 特别有这种恒心的人 他能自学 但是大多数人就是你自学 你的方法是不如那种学校里 他学校他肯定是给你掌握了一套这个学习方法的 他是用最快捷啊 最性价比最高的那个方式 他教传授给你 他的这个效果 教学效果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说呢不要拒绝啊 就是说走这个正规读书的这个路数 如果说你走不了正规的读书 正规读书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就学的这个路数 你自学能力强也行 是吧 自学能力强的大 就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啊 是不如专业出身的那个 要优秀 这个是实际情况啊 然后切姐就跟这个Yona说 我说你要是不上学 我说你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你老公一个人身上 我说他要是学的辛苦 或者他学不出来 那你们被拔考就压错了 我说或者呢 这个只有呢 你也上学啊 这样呢你们两个至少也有一个是能学出来的 两边都压榜 两边都学是吧 哪怕都失败 但是谁也不会埋怨谁 如果呢是只有一个学出来啊 那就是对于你们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么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说 那就是你们两个啊 都走这个求学的这个压榜路线 那就是有一半的成功率 对吧 如果两个都学出来呢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啊 可是如果你不上学啊 只有他学的吃力啊 你就觉得 哎呦你看我打工这么辛苦 是吧 我供你读书 肯定不争气 可是呢 你老公肯定还觉得 哎呦你就想沾我的光 是吧 你把这个学习压力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你老公就是学出来 他也会觉得你是在沾他的光 是吧 学不出来呢 他也会觉得你给他这个压力太大了 因为你爸爸我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这 而你也学 你也学这个专业 那你就知道这学习有多苦 谁也不会觉得谁想沾谁的光 其实人特别讨厌 谁想占自己便宜 谁想沾自己的光 就你学出来了 你自己学出来了 你自己啊 从这个蓝领 出卖体力的蓝领转型到 出卖脑力的这个体力的 出卖脑力的这个白领 他没学出来 你学出来他没学出来 你转型成功了 他转型没成功 你说你老公佩服不佩服你 你说他学出来 但是你没学出来 但是你至少也知道学习有多难 就不再是那种 你连学都不想学 就想凭借着 传统的富贵 欺荣的那种娇妻心态 你是一直这么稳扎稳打 至少本科就没问题 对吧 那缺姐一看这个 妖男她不是在那种 特别名牌的大学 她选了一个 她给你问缺姐 她说选哪个 选这种特别名牌的 还选这种不那么名牌 我说选那不那么名牌 我说因为你基础差 底子差 我说你就得是 点点脚够得着的 而不是说你点点脚够着 费力的那个 我说你只要是难度太大 你会放弃的 她听了 她老公还说呢 说你看你就听了这个 这个缺姐的话 这个缺姐就是 总是在影响你 觉得缺姐是耽误她 这个上进一样 可是你一旦失败 你怎么这个 好高无缘都没用 然后缺姐又说 跟这个 妖娜说 我说谁也不想 占谁的光 就等于呢 谁也不想占谁的便宜 你这样 你们两个才有这种 彼此尊重 彼此平等的这个前提 因为什么呢 人的人性本性啊 是讨厌和鄙视 是想占自己便宜的人 无论什么关系 任何关系都不行 哪怕血缘关系 也不可以 朋友关系更不行 包括跟缺姐面积的 这个 北京业绩 黄帝外帝不叫什么 他就想来占你便宜 他认为你是 求子若渴 缺姐还真不是 缺姐主是想 缺一个保姆 缺个养老工具 那我 我跟你这交易 跟你这朋友关系 很公平 我跟你提供时速 你什么压力 都不用承担 你就是 好好地做好你的家务 没有任何的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需求 你好好尽心尽意地 诚心诚恳地 做好你的家务 我就收留你 我给你承担 这么多的压力 我也不让你 走外的些的 结果 这黄庭我提 她是什么呢 她认为你 你看你白得我一个 大闺女 你占便宜了 她是这么想 她的设定就错了 我的设定是什么呢 我跟你是等价交换 等价的 这个朋友关系 你也不要想着 来 吃个绝户 是吧 黄定沃田还以为 她把她 从她的 这种浓逼的 这个家庭里 学来的 就是她要吃绝户 她抱着吃绝户的心态 来占缺姐便宜的 缺姐怎么 看她怎么不对劲 还有这么猥琐 这么下流的人吗 这种 她肯定是缺姐 不让她这样 他们我这是辛苦打拼 大半辈子 奋斗得来的 这一切 我没有干过任何一件 丢人线的事 什么像你的十几岁 约炮的 什么卖银的 这种事 缺姐的任何一分钱 都是干干净净 光明正大 没有一分钱是 靠着出卖自己的自尊 尊严得来的 平成活让你吃现成的呢 平成让你来吃绝户呢 你做什么梦呢 哎呦 这种只有这个小姐的身子 却是丫鬟的命的这种 穷逼啊 是不可能翻身的 那缺姐就看嘛 这穷逼为什么 这辈子是很难翻身的啊 实际啊 实地的考察 观测了这么一个 目标对象 切切明白了 这缺姐认为自己的出身 没多高啊 是吧 来自比较小的地方 啊 这又是这种 这属于这种 逆天的这种困境 绝境 我能杀出重围 我没觉得 这有什么困难的呀 这有什么难的 你觉得呢 是因为你能力不行 是因为你心态不行 那只能这么 那你就 你就适合被大自然淘汰 你就不适合啊 这个在被大自然选重 让你 挑逗你是你 成为幸运儿 你就幸运不了 你永远都是走美运的 那个 然后这个 你又能跟曲姐说 她说不上班 那就得上学 你说让我什么都不做呢 我只会深陷在意欲里 如果呢 幼儿园队呢 这个工作呢 干的也是身心俱疲 因为什么呢 你在跟体力劳动者呀 之间呢 你是频繁要跟人接触的 跟人接触就有人际嘛 我摩擦 这是很多恶人 就在能在这里面 恶狗他就能得逞 当你不是一个攻击型的 霸道型的 控制型的一个选手 那你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 不要进入这个阶层 你要寻找就是跟人 少接触的 不用那么明晃晃的 跟人这种竞争关系 而且呢 你的这种服务呢 就是其实这个女王友 其实她呢 就很多东西 她一直就是 给自己的这种什么呢 她控制不了她的情绪 学习成绩不好 她早年呢 她在国内的学习 只有我大转学历 她给自己的这种学业 不那么成功 找借口 我看出来了 我说你就是没解决你的情绪问题 没有解决掉 你没有把你的学习痛苦 和你这种 你父母因为学习啊 你妈给你带来的这种 创伤刺激 分离开来 我说你一直解决不了情绪问题 你带着情绪学习 那你怎么可能学得进去呢 是吧 那你学不进去 你怎么可能学得好呢 然后你就认为是智商不行 我说主要很多人缺解都发现 很多人不是智商不行 而是情绪不行 他情绪控制能力不行 真正的强者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那缺解这种就能啊 从小缺解都能 缺解是特别有诚服 深藏不漏的 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那种 就面如止水的那种 控制情绪 我也就是能控制自己的表情 就是我有什么想法不告诉你 咱们事儿上见 然后这个女网友她也是 她也是很多事儿 她也很有诚服 她能藏着话 但尽管她跟缺解 隐瞒的那些也比较幼稚 比较可笑 她防备着缺解的那些信息 非常可笑 现在是对缺解是非常信任 但是我们是聊了七年了 才有这样的信任度 然后缺解继续跟她说 我说父母啊 对不需要的这个孩子 她就是想占这个孩子便宜 这孩子当然会恨 她无论是情绪勒索 家无压诈 还是金钱剥削 我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那么仇恨 这种父母的底层逻辑 你放到夫妻关系也如此 我说只有你们两个 都吃了学习的苦 在这个过程里 你们俩都是学生是吧 然后互相打气 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你们两个都是属于大气晚成 就是这种 这种起不晚的人 三十多次 一个读本科 一个读硕士 那这个按照正常的求求年龄 是非常晚的了 但这个时候 你们互相帮助 结成这种 这种这种 就是同战友式的这种友情 至少你们的友情 这个关系是更深的 我说为什么 这个我不让你在这个阶段生孩子呢 我说这个阶段你生孩子 就等于你老公在占你子宫的便宜 他不需要付出什么 我说男的是可以 就可以当个便宜爹 他既不可以不出钱 你看 你用你自己 再有人打工赚的钱 养的孩子 然后他家务劳动 育儿劳动 他都不付出 因为你是当妈的 奶长在你身上 或者说 孩子追着妈 他不追着爹 我说你弄孩子 如果你一个人弄不来 他就觉得你无能 因为什么呢 他是既打工又上学 他边工边读 你只弄一个孩子 你说他会帮手你吗 他会帮你吗 他不会 然后呢 你还因为带着孩子 你就耽误你的学业了 然后你也没能 成功地从这个蓝领 转形成这个白领 而且呢 他还觉得 你这个女人 就会生个孩子 就会靠着男人 用孩子来拴着男人 这男权决定 这个男权思想 是几千年都这么流传的 男权决定的男 他就可以在这件事上 生育和性行为 这两件事上 得了便宜还卖官 所以说你有文化的女人 你很早就知道 你就凭直觉 凭本能 你也知道男人心里怎么想 你就不会踩这个坑 只有黄天环野鸡 这个文盲 他还想靠出逼 出子宫的路线 就想占男人便宜 男人只会把你踩得更低 这傻逼真的可笑 他没文化 他没文化 天哪 他不能收集信息 他不能通过别人的案例 来分析 来警斥自己 然后呢 这个你老公呢 还会觉得他读书了 这还在超市打工 那么辛苦了 你弄个破逼孩子 你还要给他添乱 你说你是不是太没用 他肯定这么想 我说你哪天呢 就哪怕就是你现在读书 你读出来 就是你转型转成功了 你转成白领了 你不管你读到什么学历 只要你转型成功了 哪怕不幸啊 有天你成为一个人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你老公 突然哪天出了什么事 是吧 嘎嘣了 这不是赵他 学姐经常这么这种 这种叫什么沙盘推 这叫风险控制 风险预控 缺姐给自己也这么设想的 我说哪怕有一天 你直接只剩一个人 或哪天啊 你们俩出了什么意外 分开了 至少呢 你还有靠你 就是你的技术 你的学术 吃饭的这个命根子 我说你现在既然有 这个求学的这个环境 这个条件 那跟缺姐又不一样 缺姐呢 这个出国的时候呢 就跟老公呢 老公所在的地方 不是一个大城市 所有的教育资源 都在远在七八十公里之外 甚至一百多公里之外 我每天往返几百公里 两三百公里 这怎么读书呢 你这油钱 你这成本呢 然后你读出来 在一个工业国家啊 理工环境的国家里 你这种文科出身的 你也读不出来 而且你的年纪也不就好 这缺姐就反复衡量 也在做上反退 觉得自己投入这个教育 这个成本 收不回成本 那缺姐从来不干亏本的事 所以呢 缺姐就希望这个女网友 就是再读点读 那缺姐也想过 再读个博士是吧 至少我读个文科博士总行吧 我不干嘛 我就是有个学历 有个头衔也行啊 我马上我就 我这个Tito 我这个头衔就用D打头了 我就不用再这个 就没得说是吧 现在我的头衔就没挂的头衔 我只要有个D头衔 那就不一样嘛 对吧 只要出国的啊 只要你不是文盲的 你都知道 只要你有一个博士头衔 你的名字前面全都挂这个D2 是吧 我说呢 你要是靠着这个命根子 我说你再找对象 这台阶一定不会低 你不找对象 你一个人单身也能过 因为你也有就是靠着你的这个行业职业 你有你的社交网络 你不会那么孤独和寂寞 然后呢你再找个生活伴侣 我说那这台阶 我说那这台阶也不会多低 我说一为什么呢 本身呢你就性格独立了 然后呢你现在这个年龄又成熟了 你这个依赖 对人的依赖感 因为你的自己的生存问题全靠自己解决了 当你生存问题解决了 你走 那你的选择面就特别宽 特别宽 然后呢你的性格 你的心智又成熟了 你也不怕孤独了 你的社交网络也有了 你也没有很多这个朋友来找你玩 你也没那么孤独 我这个前提下 我说你才能有耐心 才能耐得住性子 筛掉那些想占你便宜的渣男 为什么这黄野鸡它筛不掉 他自己他都一直在粪坑里找饭吃 他怎么可能呢 这是稍微有点好条件的 看不上你玩你还都看不上你 他那个跟他搞破鞋 在婚后搞破鞋的那个干肃泡 不就这样吗 拿他当了一次性业户 还得觉得自己吃亏 你这个已婚的这个破鞋 跟我这个未婚的小纯情男 小纯男 我吃亏了 他妈跟你这儿操逼 因为他妈老子吃亏了 你这个破鞋 你这个丑破鞋 你他妈你就想让我 让我给你免费的做你的 这个人动的 这个人肉的电动玩具 老子吃亏了 这都是人家的想法 你说你跟这种 这种人在打炮有什么用 你让你承担的风险 你承担的各种风险 然后呢你还被人羞辱一下 精神上肉体上 就是各种 而且那身败名列的名誉上 什么都是你承担 这傻逼他文盟他不知道 他就让他跟确认 还在炫耀他那个 狗带老公跟他说的什么 进猪笼 古代女人进猪笼 没有女权 我说古代也不是随便 什么女人都进猪笼 只有搞破鞋女人才进猪笼 他一听又脸色都变了 他笑死了 这个文盟 确确确还没有跟他说呢 和古代你这种破鞋 就得起木驴 真是文盟啊 low逼就是low逼 我说只要是你不靠男人 解决你的生存问题 解决你的急于摆脱你这种原生家庭 还有给你带来的这种各种困境 所带来的这种孤独感 焦虑感 你一旦不那么孤独 不那么焦虑了 那你就可以随意而慢慢来 哪怕这辈子你就谈了好几个 你就慢慢谈 慢慢找 你永远是不疾不虚 不温不火 那时候说不定啊 你就能够有可能 就是不是有个数学概率吗 说人要筛选掉十个 就是前几个前三个 还是前八个什么的 这种备选的这个对象 然后他就是你要选到第几个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成功吗 才可能真正适合你的吗 就是所有的这些人里边 就是你过的对村也没这点了 就是你别再往后拖了 就是你得学会筛选 你别轻易的就跟人家 不要像这黄眼睛似的 跟他老公第一天第一夜 就睡到人家学生宿舍里去了 这种节奏是吧 那一下子就让人看清了 首先他就觉得你没资源 觉得你是个苦逼 你是个流浪狗 其次呢 你这个女人就是 他们下线营件 睡到男人那里去 他就觉得你这上门送逼 送逼上门 这种贱逼 一下子你的出场设置就完了 出场设置 这个东西初始印象 对人的这个印象啊 其实非常会流向 非常深刻的刻板印象 你的出场设置就这样 然后你还是一个 搞不定家里关系的 然后呢 他老公肯定要发现 他妈不是一个极端的女人 不是一个很坏的女人 然后你这个 你这个烂逼 跟你妈搞破关系 说明你这个烂逼有多垃圾 你真贫心多垃圾 你妈都种不了你 所以说嘛 这个黄婷我贴 怎么他都不可能说 他在他的这个 跟这个高调老公啊 就继续下去 他能够得到更好的 有多大好处 他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情绪价值什么都得不到 当然了 他愿意继续受虐 那是他的事 因为呢 这个黄婷我贴 想占他老公的便宜 他老公想占他的便宜 其实呢 人和人之间呢 是谁也不能占谁的便宜 是最重要的前提 否则任何关系 你都不可能 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尊重 你对你不发自内心的 喜欢和尊重的人和事 你是不可能付出任何诚意的 你任何的善意都不会付出 你只会有恶意 只有想急于摆脱的 急于糊弄的 你看这个黄婷我贴 缺姐就一直给他机会 就故意给他自由 就看你 表现你的善意还是恶意 因为什么呢 要想跟缺姐长期生活在一起 缺姐必须看这个人 你的善意诚意在哪 你这个人是发自本能的那种善 还是发自本能的恶 缺姐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我就能够判断 只是缺姐老公一直在干扰缺姐 如果不是缺姐老公那么干扰缺姐 其实缺姐早就把她赶走了 那个时候就赶走比较难看 场面会比较难看 她在哭哭啼啼在一闹 她在卖惨 在装可怜 腰尾起脸 在把死 觉得你他妈你是恶人 你是什么的 但是该做恶的 该这个翻脸的时候就得翻脸 当你什么 你不考虑朋友的任何感受和利益的时候 朋友没必要考虑你的感受和利益 人和人就是这样的 缺姐老公这傻逼就是 她一直在干扰缺姐 然后缺姐呢 不想把场面搞得太难看 才容忍了缺姐 容忍了这个垃圾 背景业绩这么久 否则她早就把她赶走了 缺姐怎么想走 怎么看看怎么觉得 她有毛病了 是吧 这个人她为了这点银头小力 这点这个小的偷懒 这点小的恶毒 恶意 这种私心私欲 她付出这么大的成分 我说怎么觉得 她是傻逼啊 纯傻逼啊 怎么看她怎么觉得 她是纯傻逼 你要是蠢到这份上 你没法跟我生活在一起 因为你的这个 就判断你的价值 你的这个所有的思维 跟我都是对立的 格格不入的 没法跟你这种傻逼生活在一起 教育一个傻逼 不如把这傻逼扔掉 你傻逼你是教不会的 因为她自己 她心态她都扭曲 你知道吧 她油言不尽 她听不尽人话 你不是你能感化得了的 她本身她就还 怀有着对这世界的 恨意和恶意 怨妇 她的本质 她的底层逻辑 就是怨妇 她认为全世界都对不起她 对她不公平 这叫穷逼吗 穷逼永远都是在找借口 弱逼穷逼永远都在找借口 强者永远都在找方法 解决方法 我没块抱怨环境 我没块去抱怨垃圾 我在缺解 没有成功的时候 确确真的没抱怨过谁 因为我得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它解决了才说 解决了咱们事儿上去 是吧